两集没有听到邓伦说第一句话,网友们都按捺不住了,有的网友甚至表示,先休息一下吧。 等邓伦活了再看,邓伦没有被捅之前,网友表示,怎么还不捅啊,这不敢捅了,网友又表示,怎么还不活啊,感觉只要没有邓伦在场的镜头,都快进看了,还有的网友太逼了,邓伦等于中国人,我等于中国人,邓伦等于我的人,这个算法很棒。 然而邓伦被羊子痛了之后,痛苦的离去,天地却护住了邓伦的遗魄,在传王那里大家也知道,凤凰那是不死之身,本身就有七魂八魄,有一魄是凤凰碾汕用的,所以现在邓伦还有一魄上赞,只要能找到那一魄,用九转金丹,或许还有一些希望,而最合那边把邓伦保护的也特别好,邓伦两集不出来, 好不容易露个面还躺在床上,网友,心疼而奉,你快点复活吧,坐等魔尊驾到,今天傍晚时刻邓伦发布微博表示,听到你们对我想念的呼唤了,别急,我马上回来,邓伦哥哥就是贴心,听到粉丝的呼喊声了,真是体贴,民情啊,应该是你听见紧密的呼喊声了吧。